起来给各位看,这个动态产生,如何就是 动态产生一个 这个,所以将来 请各位把这一个sample,跟那个login的 色列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除了用login之外 还要秀出上面的这个动态的密码 铺片 然后送出密码 不需要验证,因为这个地方我们 还暂时不要送出验证,那最后 还要再怎么样呢?送出的时候呢 你要把 产生的这个,产生的数字 跟输入的数字要比对一下 不过这个地方按送出的时候 我们还没讲到那个有关Section 就是说我必须要先把产生的这个 这个数字 跟我 填入的数字比对,那到底 产生的数字要放哪里? 基本上,如果跨网页的话,必须要放在Section里面 Section后面我们会再讲 那这边的话呢,所以还不用做送出的动作 我把最后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做出来一个FORM,第一个先产生一个FORM的表单 然后直接执行起来 把它执行起来 那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 会出现一个 乱数产生的 图字 就OK了 那至于说你会看到 下面填路什么 比如填路0025 然后再送出,这个地方呢 后面的这个程式 暂时不用写 为什么?因为我们 下一次会再讲到有关那个 你比如说有一些资料 跨网页的时候会消失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放在 放在某一个 某一个物件上面 一般的话,我们处理都会放在另外 除了Request 跟Response之外,还会 需要了解 比如说像Section物件 Section这个物件的处理方式 其他的话,早期还会用到Application物件 或者Server物件 不过在Java里面 好像主要是这三个 就是Request,Response 跟Section Section Section还没讲到 所以这个地方送出暂时不用做 我们只要怎么样产生这个 图字就可以了 OK 那我要怎么样产生图字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第一个 我在Fone表单里面 它是HTN吗 那为什么它可以 在这边产生 一个图字 这个图字怎么放进来的 这个地方就很有趣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我先讲一下 我们这个表单里面当然非常简单 第一个上面先放一个什么 图 可是图的来源一般都会指向哪里 指向一个实体的 路径 比如说Image Image是目录里面有没有 斜线 哪一个图档 JPG 但是特别注意,我们这个地方的图 指向的是一个 View 那个View的话呢,是Sublet View的名称 我指向那个View的名称,它就自动会去跟那个View 要一个 图档 放在这边来 所以呢,写法特别注意,这个地方比较容易 有产生问题的在这里 上面部分HTM 我想这应该都是固定的 MetaData 这个地方 UTFBuddy也是固定的 然后 再来就是Head 然后 底下Buddy 再来就是我要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 Fone表单 那Fone表单的部分的话呢 Action部分后面有个check 不过这个地方Action 后面暂时 不用去理会它 因为我 我讲过 我们还没讲到谁选的部分 所以后面不用去处理 你只要给一个Action的名称就可以 那Mensure的部分用Post 其实用Gate的Post在这里就OK 那只是说呢,我们那个上面要放一个图档对不对 图档的HTM的语法是什么 Ing Src 就是它的Source 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个名称 那我这边打一个叫 这个 叫CAMTRAP 那这个名称的话呢,实际上呢,我必须等一下要建立一个对应的什么 ServeLator 那这个ServeLator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帮我产生一张图 然后那张图产生给我之后 我可以把那张图放到这边来 所以基本上呢,我必须等一下要产生一个CAMTRA的一个 一个ServeLator 那这个ServeLator的话呢 基本上我是把它放在我们同一个专案里面的 这边有个叫CAMTRA的一个 然后它的View的话就是这个 CAMTRA 实际上你将来 两边必须要对应到 也就在缝里面 缝里面的这个 Source SRC 就是这个名称 将来呢,你的View的名称 也要是这个名称 两边你要是一样 不要说这个 这边是叫什么CAMTRA 那这边叫CAMTRA.View 不行 两边都要用一样的名称 这边的名称 所以 这一题最有问 最容易发生错误的话在这里 然后后面有两个BR 两个框 请输入你看到的数字 然后一个Input Type 然后 Name的话呢 叫做Password 或者叫Shop OK 因为这一题我们 其实最主要是怎么样 把 这个Image Source里面呢 产生一个图字 放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个CAMTRA里面的这个ServeLator 主要做什么 第一个 产生乱 乱数产生4码的 4码的 这个乱数产生4码的一个 这个数字 也就是说 我只要4码就可以0到9 然后乱数产生 产生之后呢本来是什么 本来是文字 要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数字 所以你第一个脑筋里面就要想到哪一个 哪一个那个 方法或者哪一个 类别可以产生 其实我想前面我们在Java课程里面刚好提过很多 有没有 热透彩里面啊 或者是好几个 剪刀石头布也是用乱数 对 所以你这地方的话 如何产生 等于是应该是0000到9999之间的乱数 对不对 然后呢 产生乱数之后 第一个 可是它是文字 我们不要文字 我们要图 所以呢 怎么样变成图 其实就是刚刚那个sample 如何把 文字 变成一个图 刚刚是怎么样 把那个图抓过来之后 放入字 就是再 把那个字放在图上面 那这一题的话是这样 产生一个图 这个图的话 再把它放到这个image source里面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先建立一个表单 那表单名称的话 我这边叫 phone.htm 那你们可以改了 比如说 也是类似 因为我是从 我再建一个 专案 专案名称叫 Exercise 13-2 这个是 3-2的范例题 那你们可以再建立一个 这个 Exercise 13-2的一个 这个专案 专案 然后呢 请各位建立一个 在 WebContent里面 建一个phone 比如说我这边叫做 phone.htm 那等一下的话呢 特别注意 这个Centra 我在Servalign里面也要产生一个叫Centra 那重点应该是在这个Centra 怎么样产生 那基本上呢我这边Centra的程式呢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他要能够做到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 能够产生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就是 0到999 那0到999要怎么产生呢 特别注意 第一个 我这边用Stream Builder 其实你也不一定用Stream Builder 你用Stream也可以 反正只要能够接那四个 四个字就好 我这边用Stream Builder 那Builder名称的话叫Builder 我用Append 其实串接有没有 用Append最简单 因为大量的串效率最高 但是如果四个字你用Swing 也OK啦 反正就把它串在一起就对了 OK那这边我用一个Stream Builder 另一个Stream Builder 就是要来接 那Stream Builder的名称叫Builder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我乱数产生四个数字 那这四个数字的话呢 我就跑一回圈 就是0到小于4 也就是0到3 加加 然后用什么方式呢 用max.rend 从后来乘以10 那乘以10呢 基本上我讲过嘛 max.rend 产生的乱数是0到 0到1之间 但是不会等于1 一定会小于1 所以0.9999 那乘上10的话 最小还是0 最大是9.999 那因为我强制转型为整数 所以它会把9.99999 的那个小数点 卡掉 所以会产生0到9的数字 也就是说呢 我产生这个Lumber 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Builder.append 有没有 把它串接 串一个 0 1 2 3 所以会串四个数字 就是 0 到9 乱数产生一个 放到那个append里面 就是放到Builder里面 Builder这个Stream Builder的这个 这个物件里面 然后呢 再append一个 第2个第3个第4个 所以呢 这个地方分别 产生了一个什么 产生了一个 呃 我们的 数字 数字之后的话呢 最后再用Builder.toStream 产生之后的这几个数字 再利用 Builder 转换成Stream 因为它这边接接接接 接四个之后的话 再丢个什么 丢个Password 那你也可以 写的简单一点 这边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Password来接 也可以用Password 在串接 串接自己也可以 这个方法很多 我想各位自己就把它写出来 所以 第1个 我们这一段程式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在产生 0 4个数字 0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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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4位数字 4位数字 当然这是第1种做法 当然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产生 0到999 然后呢 自动的把它格式化成什么 4嘛 对不对 可以啊 OK 所以 方法很多 请自行 去想 出 如何产生乱数 4个 4位数字 0到9 的部分 那这边是产生4个数字 再放在builder 最后把它转换之后 丢给Password 第1个阶段 第2个阶段就是怎么样呢 我们要把 一个 一个文字 变成图 那一个文字变成一个图 该怎么办 上面是 文字已经产生了 再来底下部分就是怎么样 再把 这个图 文字变成图 那文字怎么变成图呢 特别注意这边 我们一样用了一个out 有没有 其实这个程式语法呢 跟刚刚那一题 基本上 大同小异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 差别 而且甚至 大部分的程式码都一模一样 大致上一模一样 那也就是说 这地方呢 我们第1个要先产生 因为我们最后的结果要把这个 图档 JPG图档 要把它输出去 所以必须要利用一个out 这个out string 把它 建立一个物件 物件名称叫out 然后从哪边取得 我们的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 从哪边取得我们的 这个 这个 字串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从 response getoutput 因为将来我们要把它 输出到 我们的那个 方上面去 所以呢要怎么输出呢 必须用一个叫 response response的这个 物件 那这个物件实际上就是一个 物件参数 其实就是上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 利用http response 产生了一个 物件的参数 那把它 要输出到 Client端 的网页上面去的话 就利用它 .getoutput Stream 后面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可以把那个 用自串的方式 把 用串流的方式 把那个 图档给输出 那输出的时候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输出我不能够 直接输出啊 因为 在那个网页里面只是什么 JPEG的图档 跟GIF的图档 所以要不你又是什么 JPEG 要不就是GIF 要不就是什么 PNG 不过 这三种 不过现在PNG好像也有人用 但是用的好像也比较没那么多 反正就是不就是JPEG 不然就是GIF 那只是说我串流回去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把它 编码为 JPEG的话 那基本上网页一定秀不出来 所以呢 我们底下做哪些事情 实际上就是利用什么 JPEG Image encoder 把它编译 把外部的串流 这个串流 奥的这个物件带过来 然后呢 create一个 JPEG encoder 那这个encoder的话呢 要就是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JPEG的一个编码器 那编码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从什么 从 这边有一个 底下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是把我们的 Password的这个字 有没有 这个字带进来 然后呢 去执行什么呢 执行底下的方法 那它会Return一个给我们 一个什么呢 叫做Buffer Image 这个Buffer Image的话呢 实际上呢 就是最后我们要输出的那个图档 那那个图档的部分的话 底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的话呢 传进来是一个 字串 那这个字串的部分的话 一样我们产生一个Buffer Image的一个物件 Buffer Image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必须给他相关的参数 那这些参数的话 包含哪一些呢 你要产生一个图档 必须告诉他说 我的宽 跟我的高 还有什么呢 我的Image Type 我是哪一种的 图档格式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会产生一个图 宽 60个像素 高 高的话是 25个像素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必须要给他 一个尺寸 然后呢 它的Buffer Image Type Type部分的话就是用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Buffer Image 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有好几种选项可以让你选 其中有一个是什么 Type底线印着 RPEG 那一般我们都会用这个格式 因为一般的图档都是RPEG 三个原色 所组成的 这个图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 上面部分就是产生一个 一个图档 的一个物件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在上面呢 利用什么呢 利用一个Graphic 这个Graphic 它主要就是说 Color是什么 白色的 然后标凯体 出体 那字的话16pt 再来的话呢 最后 JawStream 跟刚刚那一题一样 把Password的 这个 我们 乱数产生的这个 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的话呢 后面带了几个参数 就两个 两个参数 一个是X 一个是Y X10 Y的话15 就是它的位置 就是你要把这个字 放在图的 XY 座标的哪个位置 最后的话呢 就把它Return 回来 Return 回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 一个 BeamMap的一个图档 那BeamMap 基本上BeamMap图档如果你直接把它怎么样 输出到 Client端去的话 那Client端是不吃BMP的 所以呢必须怎么样 再利用这个encoder encoder.encode 去把它什么 编码 编码之后呢 再丢给什么 丢给那个 Fone上面的那个 我们放在上面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View的名称 那最后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动态密码 所以 最后看到的就是这个 在字上面这个是60宽 高25 然后呢放在15的位置上面 所以这个位置你也可以调整 如果你太高或太低 你也可以再把它做个调整 颜色的话是 白色的 那标凯体另外的话 处理字 也是从这边去做设定 这里的话我想 这个部分的范例其实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将来如果说需要 你无论如何啦 反正你要登Login的时候也会跳出一个 这个需求 乱数产生一个图字 那第二个是说我要新增会员的 也会乱数产生一个图字 那也可以用这个方来做 当然如果说你要做得更复杂 像Google 它不是还有什么字要乱乱的嘛 对不对 你现在可以去什么 再去 图字的部分 不是这样输出 你可以自己在 看用什么方式 乱数产 再去 再去找一些比较乱一点的那个 就是笔画没有那么工程的图 然后动态再把它载进来 也是OK的 方法很多 我想这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这一题主要就是说第1个 上面乱数产生 我们要的 这个字 放在password里面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怎么样呢 再 把 这一个字怎么样呢 利用这个 get get password image 把它丢过来之后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产生一个图字 然后return 还是一个buffer buffer image的一个 一个 这个物件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buffer image 我们基本上呢 再把它砍发 因为产生的图字通常会是bmp的 bmp的话呢 这个网页不能吃 所以 再建一个encoder 就是jpgencoder 把它encoder成jpg的 答案格式 那再丢回去之后的话 最后呢放在我们fong上面 这个view的名称 在sauce里面这个 放一个view 它就自动会抓到了 所以最后会显示出来 就类似像这样的图字 所以你refresh 有没有 它会同时 你按重新整理以后 马上不然就产生一个新的 新的字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恶如 中共